牛了 无级别 第五把 哇塞 剩下的军火给我退货 我总共买了116架军火 第五个就出了无级别 我去 恭喜老板 崇拜 勇敢牛牛 好 兄弟们 西西山老街20亿资源 要鉴定出一个140的永不磨损斧头啊 不好意思拆穿你 你要的是无级别永不磨损 老板再确定一下 鉴定140斧头 最贵的部位 出完以后魔租的无级别一般来讲呢 同样的价格是最不值钱的啊 确定吗 140斧头啊 走起 鉴定21140的斧头 我真服气啊 明明可以把钱直接撇了啊 老板非得选择鉴定 锤子它不香吗 弓箭它不香吗 这20亿买斧头 压力挺大呀 哎呦我去这区 这区这么解药不逊吗 这军火商 老板啊 咱这20亿花了1.8亿花不去了 老板不考虑一下弓箭吗 弓箭可太实用了 它先磨两种锅啊 同样鉴定个900的无级别 那弓箭和斧头绝对两回事 好 我随便我就给你弓箭了 给你随便来点弓箭 然后再来点宝珠 把140的所有的魔族能用的全都给你弄了 老板起伏要起伏啥呀 起伏关键字是你不是要出布膜吗 起伏布膜出无级别出 起伏无级别出布膜 你看着怎么起伏啊 起伏珍宝吧 珍宝比布膜出的还多 我起伏 我起伏珍宝怕它满足我的愿望 纯索攻打这 好 人字渐渐消失 一道灵光直随天际 人家要的布膜 但是要起伏了5级别 剩下的6亿等会再说 先给武器 先给老板说了 来了 开始了 老板啊 等你一声令下 看专用点不点 牛了 无级别 第五把 卧槽 剩下的军火给我退货 我总共买了116架军火 第五个就出了无级别 我去 恭喜 恭喜老板 崇拜 勇敢牛牛 不过造型不是你要的斧头 是一把弓箭 武器 力磨双加 伤害464 中国制造 牛逼 得会没见顶斧头吧 斧头都是啥呀 他不爱出蓝袋 你发现了吗 学妹觉得什么 易修礼 珍宝 坚固 他是啥都不出 这就叫做会咬人的狗 他不叫 要不就不出 出了就有用 我操 这个布膜 还是弓箭 老板学到了吗 玩什么斧头 什么坚固 易修礼 珍宝都出的不多 但是就出的一个 第一个出的蓝袋竟然是无级别 太爽了